大家好,澳大利亚国防部的周六表示,澳大利亚的潜水员本周受到可能是一艘靠近中国军舰的声纳所造成的危险和不专业的伤害 根据澳大利亚海军表示,一艘会舰叫图文8号,日前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协助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相关制裁任务 澳防长马勒斯在声明中说,当澳大利亚海军潜水员潜入水中作业,清除该舰螺旋桨上的渔网时,一艘中国驱逐舰靠近 尽管图文8号已通知中国驱逐舰,澳大利亚正在执行潜水行动,并要求保持距离,但中国舰支还是向图文8号靠近 此后不久,侦测到中国船只使用船体声纳 这对澳大利亚潜水员的安全构成了危险,导致他被迫离开水下 马勒斯说,潜水员受了轻伤,医生评估可能与声纳脉冲有关 他批评,这是危险和不专业的行为,澳大利亚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能以专业和安全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军队 同一天在美国旧金山失窍,菲律宾的总统马克思在旧金山与中国国家主义行平举行了会谈 马克思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间隙表示 菲律宾和中国需要继续沟通,这次会晤是维护和平进程的关键部分,有助于南海海上和空中航线的开发 根据菲律宾方面的说法,小马克思对中非船只在南海发生事件包括一起碰撞事件表示担忧 他还向习近平提及菲律宾渔民的困境,我们试图制定缓解南海紧张局势的机制 小马克思还表示,他和习近平一致认为地缘政治问题不应成为两国关系决定因素 我认为没有人想开战 菲律宾的会见频繁闯闯入中国仁爱礁,黄云岛临近海域 中国外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菲律宾船只擅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 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此前中国外长王毅就南海问题表示 多年来在中国和东盟共同努力下,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全面落实 南海局势总体稳定,为地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中方始终愿同有关国家通过对话妥处分歧 寻求管控海上局势有效途径 始终愿与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宣言 力争早日达成准则 共同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 有益之海,合作之海 美国也宣布将向日本出售23.5亿美元的战斧系统 总规模达到200枚战斧 另外还包括14套战斧武器控制系统 TTWCS 美国现在在整个的第一岛链 它的战术是对俄罗斯,中国以及朝鲜 美国实际上它在台湾问题上 包括在东海问题上 美国现在它是说一套做一套 所以美国虽然表面上说它还是想要和平的 但是让你看它的行为 在东海,在台海问题上 美国还是不断的利用这些盟友 对中国进行挑衅 所以我一直在说 中国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准备好武统台湾 这是中国唯一能做的 因为美国它最终的目的还是要通过台湾问题 通过日本,东海问题,南海问题来肢解中国 来碎片化中国 所以我说中国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战争的准备 而不要幻想 说美国告诉你 我们爱好和平 我们不会在台湾问题上突破底线 你就相信了美国 那大错特错 他说这个话是给媒体听的 但是你真正你看美国在做什么 美国在日本 在台海 在南海在做什么 在菲律宾方向在做什么 我之前说过 美国之所以向日本提供这些战俘导弹 就是要在海上摧毁中国以及俄罗斯朝鲜的军舰 美国现在最新公布的 在第一岛链 它的整个的作战计划 从这个图上大家可以看 它的岛屿防卫战略 包括联合着日本 台湾 菲律宾 进行联合防御 首先呢 就评估中国力量 以及评估经济战行动 包括美国 对中国的封锁 解放军 及中国的联军 对美国封锁 做出的反制 那首先呢 你可以看 美国的第一岛链 它的整个战术呢 就是要切断海上交通线 美国这份报告里面提到 根据资源技术装备水平 美国武装部队和联军呢 在岛屿防御框架内 首先要加强联盟防御能力 美国武装部队 从远征远征地过渡到前沿部署 通过分散的前沿部队 减少陆基军事基地 以及水面舰艇的脆弱性 部署包括 将日本出售的战斧巡洋导弹 打击水面舰艇 另外呢 使用能够进行远程侦察的系统 主动与被动基础保护相结合 加强防空和导弹防御基地 然后建立机动战备预备队 那重点呢 是要关注空中网络打击和海上力量 将军事力量集中在第一岛链 至第二岛链延伸处 提高作战控制网络的可靠性 加强地面部队执行跨域任务的能力 包括防空 导弹防御 海岸防御和远程精确打击 在菲律宾 台湾部署非正规地面部队 报告里面提到 美国下一步可能在菲律宾 还有在台湾 要部署部队 非正规部队 包括美国的民兵 台湾现在和美国实际上也在 民兵 在美国国内 实际上也在进行大规模的合作 包括美国有一些志愿军 志愿者部署在台湾 这未来也是可能的 最后是通过国内关键的战略军事经济资产 来消耗包括中国在内的其战略纵深能力 最后是让美国和中国包括俄罗斯还有朝鲜 在低岛链的对抗 最后还是要看国力 美国现在你从它整个战略看 美国现在对日本的武装 包括在台湾 菲律宾方向 不断进行军事演习 扩大在菲律宾军事基地的建设 就是在执行这个报告 让可以看到 现在澳大利亚这艘军舰 它实际上是靠近中国的海域 然后进行这种抵近侦察 中国是出动了军舰 另外还有渔船 它的螺旋桨被渔网缠绕 不能行动以后派蛙人下去 来进行清理 中国发射了声纳 发射声纳实际上是对它整个身体 会造成确实会造成伤害 也是对澳大利亚还有美国 水下目标进行警告 那你看澳大利亚实际上 刚缓和和中国的关系 但是它军队行动上 实际上还是要配合美国 所以我一直在讲 美国和中国是既合作又对抗 在经济方面合作 说的甜言蜜语 中美要合作 要互利 那是在经济上 因为它经济上需要什么 需要中国支持美元霸权 需要中国买它的国债 需要中国支持美国的经济 你反过来 在军事上 双方实际上在政治上是对抗 而且美国是绝对不会 结束和中国军事上 政治上的对抗 在军事上 它是一定要加强在东北亚的部署 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实际上不要幻想 特别这次 习近平和拜登峰会以后 很多人 包括台湾人 就幻想着 中国不武统了 中国不想武统 中国一直想和平 那美国呢 美国要打台湾牌 就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宣布台湾独立 他打出台湾牌 能够限制中国 能够引起两岸战争 那美国不打台湾牌 他一定要打 所以问题在美国 所以你可以看 实际上本质上 美国不会减少在军事上 正上对中国的围堵 那中国呢 中国只能做好武统的准备 这就我之前一直在讲的 没人会相信美国说什么 只看美国做什么 我之前就说过啊 这个两岸问题本质呢 还是中美问题 中国和美国 中国实际上不希望开战的 中国希望呢 能够和平发展 时间在中国这边 只要中国和平 中国发展 一定超过美国 而美国是不希望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美国手里有台湾牌 美国有战争的开关 就宣布台湾独立 所以他一定会 打出台湾牌 所以台湾就成为炮灰 这就是台湾的命运 所以呢 我觉得这台湾 一定要想清楚 美国给这些保证 美国这些说法 没人相信 中国人也不相信 中国也在做着武统的准备 谁会相信美国说那些东西 当年跟俄罗斯 不也是这么讲的吗 北约不会东扩 俄罗斯信了吗 信了 结果呢 俄乌战争爆发了 谁会相信美国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搞笑的事情 就相信美国人 给你这些保证 库尔德人相信过 2020年塔利班 攻进这个喀布尔的时候 阿富汗那些反对派 阿富汗那些执政者 他们也相信过美国 不会抛弃自己 美国跑的比谁都快 两周之内就撤了 那些阿富汗人呢 跟美国是眉来眼去 给美国人打工 给美国人工作 结果现在被美国人抛弃 所以我说啊 你不能相信美国说什么 也不能相信美国对你的保证 那回过头 咱们看现在台海 再看南海 那美国现在实际上呢 可以说他现在掌控了 整个南海和台海 整个的第一岛链 那美国要做什么呢 就是利用第一岛链 对中国包括俄罗斯 还朝鲜进行围堵 另外在这个地区呢 就像欧洲一样 就像用北约在欧洲 那进行摩擦 引起战争 这个战争一爆发 这个地区的很多资本 他要外逃 外逃的去哪啊 外逃去美国啊 所以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美国的想法 美国要引起战争 然后呢 引发资本外逃 美国获利 另一点呢 能够削弱中国 不让中国和平发展 所以美国是一定要打台湾牌的 这个台湾人现在呢 实际上被美国控制 我觉得是最不幸的 就只能变成人家的炮灰 而台湾人也没有任何办法 反击美国 美国说什么 那台湾人都只能相信 你不能反驳美国 你只能跟美国合作 那美国就绑定你了 所以我说最大的问题 就是台湾现在 被绑上美国这个战车 只能变成炮灰 中国呢 中国是不能让台湾独立的 那中国只能做一种准备 就是武统台湾 让你看到现在澳大利亚 日本 包括台湾 菲律宾 在低岛链的行为 你就知道了 美国没有放弃威度中国 美国也没有放弃打台湾牌 中国呢 过去是希望和平的 希望能够和平的统一台湾 中国是真心希望和平统一台湾 两岸能够和平 当然现在来看 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包括菲律宾 还有台湾 他并不希望这个地区出现和平 因为他要配合美国的战略 美国不希望这个地区和平 这个地区和平 中国就会崛起 这个地区发生战争 反而对美国有利 这就是你们的未来 这就是台湾的未来 本质上还是美国 他要求战争 而你美台湾 你只能配合美国 变成美国炮灰 所以我希望台湾一定要看懂 美国跟你讲的 什么爱好和平 什么维护台海和平 都是假话 美国从战略上 他是希望这个地区发生战争的 就像欧洲 像乌克兰一样 而中国 俄罗斯 只能被动防御 那么只能做好 开战的准备 这就是 武统台湾 战争的准备